汉武帝刘彻晚年爆发的巫蛊之祸 可谓是人生一大败笔 在位日久 年老糊涂的汉武帝因为听信谗言 是逼反了太子刘炬 最终导致数万人死亡 太子刘炬和为皇后自杀 而太子刘炬一脉 也仅剩下一个孙子刘病已存活 刘病已后来改名刘巡 并且登基为帝 视为汉宣帝 等于皇位兜兜转转 最终还是回到立太子刘炬一脉 不过这其中很是波折 立太子死后 汉武帝立幼子刘芙玲为继承人 视为汉昭帝 汉昭帝这个人比较短命 21岁时就病逝 霍光为首的大臣立昌义王刘鹤为帝 刘鹤这个人太荒淫无度 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好控制不听话 当了27天皇帝 就被废了 霍光等全臣一商量 刘巡才走上历史舞台 逆袭成为皇帝 开启了西汉中心之路 虽然刘巡最后成为皇帝 但与汉武帝并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在汉武帝晚年 虽然他后悔听信谗言 逼死立太子刘炬 平反了立太子刘炬 并且杀死所有参与迫害刘巡的人 向罪魁祸首江冲 虽然早已被太子杀死 但依旧被追加仪三族之惩罚 汉武帝还在刘巡死难之地见私子台 以示悔恨 但刘巡并没有受到优待 不是后来的机缘巧合 他也成为不了皇帝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疑惑了 既然汉武帝后悔立太子刘巡之死 为何不后代刘巡唯一后人刘巡呢 这多少有些自相矛盾了 因为按理说 如果后悔了的话 愧疚之下 肯定会加倍补偿立太子刘巡的后人 更何况刘巡就剩下一个后人 后代很正常 甚至传位给他也可以 但是并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一 不后代反而也是一种保护 如果后代的话 刘巡很有可能不得善终 因为刘巡当时还是个婴儿 到汉武帝驾崩 也不过四岁而已 在巫谷之祸中 终于立太子刘巡的外妻和势力 被清扫一空 这也意味着刘巡是孤家寡人了 即使有支持他的人 也形成不了巨大的政治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刘巡背后没有势力 没有强有力的保驾护航之人 也没有足够时间成长 汉武帝如果大力补偿他 将原本刘巡的皇位 直接跳过其他儿子和孙子 给了刘巡这个皇曾孙 这肯定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等到汉武帝驾崩 即使四岁的刘巡可以登基 但绝对长久不了 因为光是汉武帝的儿子和孙子 就足以推翻他 使得他不得好死 退一步说 不给皇位作为补偿 但依旧后代 比如封个王 给个富饶的封国 也同样有风险 因为他是汉武帝嫡长子立太子刘巨的唯一血脉 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 足以使得后面的汉昭帝刘福玲 对他有防备 甚至猜忌打压 更容易使得一些不轨大臣 借刘巡来做文章 比如打着支持他旗号造反什么的 要知道西汉可不是后世皇权高度集中的清朝 以向权威代表的臣子权力 其实真不小 对于皇权有着足够的威胁 向汉武帝组建中朝 还有重用外戚 都是为了抑制向权 以这种方式进行中央集权 在那种历史环境下 尤巡如果真被后代 封个王什么的 但才几岁而已 又没有强有力的势力 比如外戚什么的支持 很有可能真会成为别人 反抗当权者的刀 而刘巡没背后代 没有大的影响力 说破天了 也不过是宗室成员身份 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就是想借他做文章都做不了 这样反而更好 更安全 所以不后代 反而是一种保护 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后代 二 立太子刘巨之反 固然有将冲向汉武帝进谗言 离见他们父子的关键原因 但刘巨反叛也是不争的事实 哪怕是被逼反的 而且刘巨还是相当彻底的一反到底 杀死江冲以后 又一股作气杀入丞相府 丞相刘屈毛跑后 刘巨又宣言汉武帝病危 奸臣作乱 要起兵讨猪 是武装自己门客 和母后为子夫的常乐宫卫士 还放出囚徒 为自己作战 并且派人持节要调长安外围的 长水和宣渠两支骑兵 不过被人识破 并没有调入长安 汉武帝为了破刘巨的谎言 亲自驾临长安成熙的建章宫 发号施令 因此刘巨是无法争调国家军队 但刘巨依旧没有停止造反 而是将长安寺室 不明真相的市民 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 但最终不敌 造反失败后 赶紧趁乱逃出了长安 还有立太子刘巨 为什么与江冲结怨呢 是因为他派家臣 去甘泉宫向汉武帝请安 在甘泉宫重地之处 这个家臣竟然坐着马车 在迟道上行驶 被江冲见到以后 将其抓起来要处置 刘巨得知以后 派人向江冲求情说 并非是舍步的车马 只是不想让陛下知道 不然就要怪我 没有管教好属下 希望宽恕一次 江冲并没有给这个面子 竟直上奏了汉武帝 通过这件事 可以看出立太子刘巨 当时有多么权势滔天 甘泉宫重地的迟道上 家臣竟然可以持其余上 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 所以也可以看出汉武帝这个皇帝 与刘巨这个储君 因为后者权力越来越大 已经是表面和睦之下 深深隐藏着巨大矛盾 后来的巫蛊之祸 故有汉武帝年老糊涂听信谗言的原因 但长期以来 与太子刘巨隐藏的巨大矛盾 也是一个关键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 刘巨并没有交出 让汉武帝满意的答卷 反而是一反到底 的确说不过去 虽然他后来下场凄惨 但就是论事造反的确不应该 一反到底更是不对 虽然于亲情上 汉武帝对于听信将冲谗言 逼反太子刘巨有着深深的愧疚和后悔 但是在政治上 刘巨身为太子的同时 亦是臣子 如此犯上谋逆 的确说不过去 汉武帝就是将他一脉诛杀殆尽 也可以 但汉武帝并没有 而且认真来说 汉武帝对曾孙刘巨也不错 刘巨在牢狱之中长大 被丙吉善待养之 公元前87年 汉武帝病重 有望气者说 长安监狱有天子气 于是汉武帝派人 要将监狱的人全部杀死 到了刘巨所在的关狱 丙吉紧闭大门 以黄曾孙在此拒绝 汉武帝得知以后 并没有大怒 反而是大赦天下 不久汉武帝驾崩 驾崩之际 留下一命令叶庭养士 宗正路起属籍 就这样 刘巨被养育于叶庭 生活有了着落 还拥有了正式的宗室身份 三 汉武帝不后代曾孙刘巨 反而有些冷处理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病重十丽幼子 刘福玲为继承人 当时刘福玲年仅八岁 还要依赖霍光等大臣辅证 根基不稳 如果他再对刘巡这个立太子刘巨 唯一后人后代 那么不只是会使刘巡 置于危险 更会影响幼子刘福玲的地位 使得刘福玲的合法性 受到挑战 所以 无论汉武帝内心有多愧疚 有多么想补偿 也只能冷处理刘巡 所以在晚年对于刘巡 是冷处理 甚至视而不见 只能是被动处理刘巡的事情 只能在驾崩之际 才恢复刘巡的宗室身份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护刘巡 又可以降低它的影响力 使得幼子刘福玲的皇位更加稳固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 是我更新的动力